大家好我是托马斯啊 欢迎大家来到托马斯的rs游戏频道 啊就在昨天这个rs游戏官方他出来了一个这个新的新闻公告啊是这样的 他是说有一个叫金色这个party帽子啊他是 即将要推出这个帽子这个帽子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说之前在这个游戏里面他有这个六种颜色的帽子啊 之前刚开始都是很便宜后来的过了很多年以后他变成了细有物品 很值钱啊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金色的帽子 极有可能在以后的这个几年甚至十年当中变得越来越值钱 他这个收集这个帽子只要收集这个你当时 做这个游戏只要收集这个碎片就可以了啊 收集八个碎片 拼成这个碎片就可以获得这个帽子可以通过简单的链集或者是购买啊这个游戏金币 可以购买就行了 他这个时间是在十一月二十二号和和那个一月三号之间进行啊 为什么这个这次说是必做的因为这次他是这个是二十周年这个纪念活动 而且根据之前的他这个 呃 帕帽 我们看一下这个拍卖行里面他之前的这个帕帽多少钱啊 之前有蓝色绿色红色紫色黄色和白色他每一个这个帕帽 都值得这个叫 R147M 大概是要二十亿吧 呃 创算这人民币也就一千多块钱 但是 呃 这不是现在这个是游戏名的这个金币吧 我这个猜想是什么 因为他这个游戏可能是未来是这个三代 到四代 他是这个着重发展 如果以后他有这个机会 把这个叫现在这个活动到金色的帕帽 他以后肯定会变得很稀有啊 然后把这个跟那个叫什么 NFT 跟区块链那个NFT结合 把你这个每个玩家的里面的这个 稀有物品给他一确权 到时候你这个一个帽子啊 有可能你这个稀有物品就可能在一个 你在 在你的这个大城市买一套房都有可能 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 这次有机会的话 都建立一个账号 然后在10月11月22号和1月3号之间 收集一下这个碎片 每个账号只能收集 八个碎片做一个收集一个怕的帽 收集一个帽子然后就 把它保存好正好密码 以后说不定打开还有惊喜啊 OK今天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 关注 有喜欢的小朋友 小伙伴给点个赞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